不就直接複製後面的這個就好了 其實複製你會發現喔 如果你假設複製後面這個 你會發現下面這個儲存格直接複製上來 會有一個問題 在2020的地方都OK 可是你會發現喔 如果你移動到2019的地方 你會發現它2019的地方 奇怪它就都是2020 所以我原來以為啦 直接複製就OK 但後來我發現不行 一定要留下它原來的黏 再跟它下面的月根字串在一起 才會是OK的 所以這一點可能要特別小心 再來的話我們還需要什麼 把這個底下的兩列刪除 有沒有刪掉 然後這兩列把它刪掉 它跑掉了 這兩列刪掉 可是各位有沒有發現 如果這個時候Ctrl Z可以 程式就不行喔 如果我說呢 我現在喔 假如我刪除列的話 如果我跑回圈的話喔 回圈的話不就34 然後再來下一個 再來就67 再來就90對不對 可是喔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這樣子刪除的話 它會有個問題 它的什麼呢 本來你應該刪四 然後再來67對不對 可是因為你刪掉了34之後啊 你之後如果要刪六七的話 會有個問題 67 你會刪錯 有沒有 意思就是說喔 如果你刪除列的話 你變成你那個I的數字喔 你要不斷的再去變更 如果你刪掉兩個 你就要剪 再把它什麼 再把它剪掉兩個 所以喔 為了這個問題喔 說真的我剛開始是非常頭痛 一下就要 那個跑路回去 然後一下刪幾個 我要去剪幾個 後來我發現一個問題 一個方法之後 後面那個問題就不發生 什麼問題 我不要從上往下刪除嘛 我從下面往上刪不就好了 什麼意思呢 如果我現在喔 跑一個反向回圈喔 回圈我現在不要 從 我們原來都是從上往下嘛 那現在我把它顛倒 從5410開始 一直往上刪的話 你會發現喔 我刪掉這兩個之後有沒有 刪掉了 它上面這兩個會不會變動 不會變動嘛 有沒有 繼續刪 上面會不會變動 不會嘛 對不對喔 所以呢如果你反向刪除的話 並不會影響你 後面要刪除的資料 所以你就不需要特別去什麼 去變動你的規則 所以喔 如果我要刪除這兩個的話 程式很簡單 再來的話呢 輸入一個叫刪除列 Enter一下 OK喔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要把那個原來的方向變更的話 你可以拿這個 複製過來 特別說 顛倒的話記得喔 本來是for i 等於哪一個到哪一個 你把它顛倒了 把 這一個喔 最下面一列 回來的話應該是5410 到哪一列 特別注意喔 3的話記得喔 不能3到2喔 你如果3到2的話會怎樣 2 我要刪2 然後2跟1 那把這兩列刪掉 那不對 特別注意喔 記得應該刪到哪一列 3到4就好了 因為它還要4跟它的下一列 所以程式的話呢 記得喔 for i等於最下面一列 到第四列 Enter兩下 打一個NAS 打一個NAS 那再來的話呢 可是問題喔 如果你現在一直往下刪的話 它就會一直刪除 那請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希望是 每3個刪一個的話 因為我現在的邏輯下 我先刪這兩個 一次刪兩列 然後呢 再跳3個 就是5410 再減掉3 就是要跳到這裡 再把這兩個刪除 再減掉3 再把這兩個刪除 那我可以怎麼寫喔 特別注意喔 這個程式的話 你可以喔 在後面喔 記得再空一格 加一個step step是 間隔多少個 ok 間隔-3 也就是說呢 我從這邊 5410 下一個的話 就是5407 再下一個 5404 好 這樣OK了 再來的話 我可以 輸入什麼 我要刪除目前這一列 那你又給一個i就可以了 後面要點delete 但是我現在刪這一列的話 我還要刪哪一列 它的下一列的話呢 那你就把這一列 再把它複製一個 然後後面的話 它的下一列的話 那你就把i-1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說 我刪的是 現在這個的話 是指的是這一列 5410這一列 然後刪完之後的話 再幫我-1 就是5409 然後再間隔三的話呢 那就把這一列 跟這一列 這兩列刪掉 這一列這兩列刪掉 有沒有 一直在一推 跟各位講一下 其實說真的 當然你也想說 老師幹嘛寫兩行 可不可以把它寫同一行 其實我也在找說 有什麼方法 可以把它寫同一行 就是說 目前看起來好像這個 Rose的這個物件 等一下我寫錯了 Rose 應該加S 這邊少一個S Rose物件 Rose OK 那目前好像沒有看到 如果你們早早看 有沒有什麼更簡潔的寫法 可以再告訴我一下 那我把它執行 你會發現 它按F8 它會先刪掉這一列 有沒有 5410 然後再5409 有沒有 然後再來的話呢 就 在step3 所以在5407 5406 OK 5407 5406 然後再5404 5403 有沒有 你會發現它一直往上刪 那它有個缺點 就是刪除的效率有點慢 OK 你們再看看 有沒有什麼更快的方法 來把它執行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會相對的 會跑得相對會比較久一點點 因為它總共應該要刪掉幾千列吧 不過雖然久啦 但我想應該也不至於太久 OK 大概就一兩秒鐘的時間 就把需要刪除的部分呢 把它刪光光了 那後面的話呢 當然已經很接近了 有沒有 你會發現呢 2020的 然後2019 這個OK 有沒有 因為之前的那個版本不OK 再來最後剩下一個地方 就是 大樂透這個號碼 它是放在一個儲存格裡面 可是問題來了 將來我要統計用康義服的話 如果你把它放同一個儲存格 這個就不OK 所以我怎麼做 我的想法這樣 這邊D欄 這邊先輸入1到6 有沒有 然後把這邊以下的資料 幫我PO到這邊來 那以前的做法是 你就是要自己這樣 手動複製貼 手動複製貼 或者你比較聰明的 還有一個方法 你可以把儲標放B2 Ctrl-Ship向下 用什麼 資料裡面有個資料剖析 資料剖析的話 可以用什麼 分格符號 用它逗點 逗點的話就是什麼 逗點這個 然後下一步 然後 最後呢 目標儲存格 你就指向什麼 D2就可以了 按個完成 有沒有發現 全部幫你剖開 最後你再把這個給刪除掉 這樣子 就大功告成了 不過後面 當然我剛剛是用什麼 用那個資料裡面的資料剖析喔 OK 可是喔 如果說當然 已經程式已經寫一半了 那你如果剩下的動作 都用滑鼠鍵盤來玩 感覺好像缺了某個動作 所以喔 要不就是你把剛剛的資料剖析 錄製成聚集 放在程式裡面 要不的話呢 還可以用另外一個方法 我這邊後面 後面有講到 就是你可以用什麼 用叫做 所謂的Spritch的這個方法 Spritch的話 就是有點像是資料剖析啦 那只要把儲存格給它 然後後面的話 跟它講 用哪一個當符號 它就幫你把它切開來 前面你就跟它講說 放在哪一個range 哪一個範圍 它就幫你把切開來的 六個號碼 放在那個範圍裡面 最後就刪除你要的那個欄 然後呢 就把AutoFeed就自動調欄寬 最後呢 你可以把程式全部集中在一起 執行之後的話 那就會是最後的結果了 OK喔 所以 請各位也試一下吧 最後我把這個結果給run一下 因為基本上 那之後用call的方法 call批示下載 然後一個一個的全部執行的話 它就會在大概幾秒鐘之後 就會把所有的事情分別就做完了 包含就下載61頁 刪除重複的日期列 然後呢 把日期複製上去 然後並且刪除 重複列 並且呢 增加什麼呢 六個號碼 然後並且把這個 剖開來放過來 並且把多餘的欄刪除 OK喔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那因為今天時間喔 最後 時間比較趕一些些 所以剩下的部分的話 請各位回去喔 可以再練習看看 下一個禮拜的話 也許我們再把那個剩下來的部分喔 再把它做個ending 這個地方如果做完喔 我們基本上就可以知道說 大熱透歷史資料裡面 哪一些號碼喔 是開出來的機率最高 OK 而且這個歷史資料應該是精確的 沒有問題 甚至喔 如果你這個地方 假如你做完喔 覺得意猶未盡喔 甚至你可以把那個 熱透歷史上面的 像威力歷史 之前最高獎金上看13億啊 或者什麼大福歷啦 三星歷一堆歷 你也可以試練習看看喔 OK 那今天的話 我想我們就先講到這裡喔 那 還是說因為今天這個題目 我們還沒有完全講完喔 那你們這個練習也許先不要教好了 我就先等一下個禮拜做完再教好了 OK喔